老花姨美睿的啊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方问题 第一个话说 老花姨我这牡丹 叶子灰不垃圾的是缺水了吗 只要叶子灰不垃圾的就是缺光 好吧宝贝 缺光通风差 别的没啥 敢盆栽玩牡丹也是个高手 一会儿说盆栽牡丹什么 盆栽牡丹 因为牡丹它长的是那种肉质根 盆栽的话它感觉就是有点长不开 你要是秋天的时候 它在长根的时候长不开 到冬天的时候过冬就不哇塞 储存不了足够的营养 春天就不爱开花 所以说很少用盆栽玩的 盆栽也可以 我也有大神玩得特别好的 希望这个花肉也是个大神 给做一下光照啊 尽量能遞栽就遞栽 尤其是南方花肉盆栽 那不太可能 真喜欢牡丹就买仙气花 老花姨 秀琼花叶边一样生秀一样 咱得就是虫咬的 没事 没事 它现在虫都吃完了 该吃吃完了 一般就是那种小阔鱼 不像阔鱼 它没拉丝 一般就小虫子 小青虫小肉虫虫那种的 没事 小事 这花不花就行了 黄的呀 叶片吃点叶片不很正常吗 大自然对不对 你得有那种 哎 馈症你知道吧 吃点打的了 我就不试 加油 吃吧 加油兔宝 小黑点是啥 上次捡了又出现 这种是虫宝贝 这种都是逆虫 你打点药啊 像几毛钱的碧虫磷 或者阿维菌 只要是点杀虫药 它都杀这玩意了 很简单的你不打药这玩意可不行 你光指着剪 我不是以前时候也说过吗 只要有嫩芽 它准生这种小虫子 有点花肉 没事没事 打点药就行了 你要是真不想打药 你就用水冲 冲干净 会会冲就行了 我这个淤金箱是不是死了 放羊台上露天氧的 哦呦 你是露天氧的吗 露天氧的感觉是缺水有点过头了不 其实淤金箱这个东西呢 在幼苗时期啊对于这种光照要求不是那么强 最好是别缺了水 好吧 你如果说光照很强的话就千万别缺水了 我觉得你那边就是那种很缺水很干燥 旁边的长树花都出状态了 老花姨我的桂花是不是病了坐标广东 这挺好的呀 你看我这不是秀秀 漂不漂亮 有的话说啊挺漂亮的 我跟你说你你看啊 你只要是往下走你看这个叶片啊 这个叶片上面带孔了 是吧 你再看下边你看叶片总有不好的 你看这脸一被咬了 你要这么看就没有好东西 啊 跟老花姨一样 老花姨本身挺帅的一个人你要仔细研究他也净毛病 是吧 你比方说帅的有点出乎意料啊 打个比方啊 别研究太细了 这状态整体挺好就行 养花就得这样得过且过 生活嘛 你这个就不行了 下个初宝这个字花就不行 让我看看字字花刚来时了 哎怎么浇水现在变成这样 缺水 你浇水也摆一下 这种它就是缺水 缺水缺肥 你就是缺水 人话说我浇水了 浇水要得浇透 好多人话说你已经看你光照跟那个浇水老是拿捏不住 任何植物你包括咱们身后的袖球也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了你也给它呸呸的浇透了 你怕啥呀 今天就到这了 嘿 白了 我来欢迎 也欢迎订阅 这一颗 也稍然 一直在在一下 我们下词